自稱悉尼維尼的勇敢中國留學生 在雪梨大學校園連三天擺攤 反中共政權 結果天天都遇到小粉紅來踢館 悉尼維尼 我把你扔掉了 你什麼意思 你為何要尊敬 你是學生學生 沒有教育 希尼維尼以招募反賊名義 趁學校新生入學期間 訪北京四通朝事件拉布條 譴責習近平是國賊 海社大型二維碼看板 歡迎學生加入他的中國革命青年組織 這個舉動惹惱小粉紅 每次擺攤就有人找茬 撕掉他的海報或漁出威脅 當事人說他每次都有報警 但學校保全和警方 至今沒有抓捕任何情依人 學梨大學回應學生來自不同背景 校方尊重學生表達政治觀點的權利 雖然不容忍撕海報的行為 但也尊重學生以這種方式表達意見 不過人權運動人士表示 雪梨大學的反應在預料中 因為中國留學生是搖錢樹 不管是挺中或反中學生 校方都不想得罪